过年即将到来 其中市政府在暖暖举办爱心联欢活动 邀请近百名的弱势家庭到场用餐 每个人还可以拿到红包 暖暖区爱心联欢餐会 现场席开22桌 邀请弱势家庭围如聚餐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 感谢爱心赞助的企业行号 社团集散性人士 对于弱势家庭的关心 今天是参加的第二次 那市长一直很希望 打造成为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所以对于社会所有弱势团体 它都特别照顾 我们很开心 不仅社会处在做 甚至当平台 但最重要的是 有很多善心人士的协助 才可以完成一个这样的活动 看到每个人心都很开心 我们也很高兴 对 有时候老人家一个人在家里 不方便走出来这样子 大家活动活动 真的互相关怀 秋佩玲逐一向每位用餐民众问好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台上店内太古班 极暖心幼儿园小朋友一起表演 可爱的模样让观众们笑开怀 副市长秋佩玲特别准备小礼物 分送给每位表演小朋友 外主母跟主妇是在暖暖国小认识的 感觉到这边我觉得很高兴 那后来因为有一些事情所以搬到彰化 因此我虽然是彰化人但事实上应该跟暖暖区 还有因缘跟血缘的关系 来到这边我觉得很开心 除了颁发感谢壮 活动安排了社团表演 让维如民众相当开心 包括市议员 联恩典 陈明健 李敏勋 陈冠宇 及副议长 杨秀玉 都到场向民众问好 在这个新年前 我们市长也特别拜了这个安心餐会 那也集结 收集了很多的这个三星人士的资源 一起来为这些中低收入户 来看办一个这个年底的尾牙 让他们也感觉到更温暖 那恩典在这里 也向各位这个好朋友 拜个早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感谢很多的善心人士 这些大德 能够关心我们 基隆市的这些中低收入户 尤其在这寒冬时期的时候 能够做这些纵软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这些中低收入户的这些市民 能够倍感的这样的一个温馨 这边我们也希望能够 用抛川引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关心我们基隆市的 所有中低收入户 跟这些的弱势团体也好 我们身为一个民意代表 我们也会尽全力来为他们的社福 来吉利来争取 因为即将过年了 那我们每年的这个区公所所举办的这个 爱心寒冬送卵的活动 针对我们本区的这个中低收入户 有举办这个联欢的餐会 那民宿每年都会来参加 那也不只是这个联欢餐会 民宿参加而已 我们每年其实在这个我们食物银行 在关心我们的中低收入户 或是一些逼人户的弱势家庭 我们都持之以恒有在关心 那包含我们也结合了 我们的这个食物银行 然后还有社区的关怀站 那我们都会到家庭去做访试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的部分呢 我们都会跟区公所 设政科密切的配合 那也会有媒合很多的这个爱心的好友 包含一些民间团体 我们都会持续来做一个关怀 那希望说可以把那个爱跟温暖 传播到每一个需要被帮助的家庭 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寒冷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是说 这种是因为地形的关系 确实会有一些不太容易方便移动的长辈 所以我们在做居家关怀的时候 确实不太容易就送到他们家里面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 社会处跟区公所扩大的举办 就是我们针对中低收入户 针对所谓的弱势家庭 然后来举办这样的聚餐跟餐序 那餐序当然是其中一个邀请他们来的原因 但我们更期待是说 市府将相关的协助的资源 主动送到家户里面去 让各个家户至少有需求 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联络谁 他至少有一通联络的电话 都会比他在家里面 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办来的更好 所以很鼓励市府 去扩大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也更加期待是说 接下来的市政 不管针对儿童少年 还有针对所谓弱势家庭跟长辈 都是金融市下一个阶段 非常非常需要的对待的对象 过年前新 同管区弱势家庭 齐聚一堂 又是多位企业 社团发挥爱心 募集了九十万元三款 要让这些弱势家庭 过一个好年 白龙书会 祝大家新年快乐